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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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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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直訊裡面 鎖印 沒有它鎖印 它是把它 归類成融化區塊 所以為什麼鎖跟印 其實所有鎖 鎖的專業 印章也印章的專業 有的人說 你說 喔我一人 我記得那個 你怕衰竹的 第一次科也一樣 第二次可能不要 他拿去那個郵局銀行說 開始我硬要砰你了 我會撲一下硬要給你 他就說 你這用寫箱啊 你這用怕得到 對啊 所以硬張他不是說 不是說 不能去那種地方說 比較不重要的 或者說你要收文件啊 幹嘛去那種東西就好 可是你要做硬件的話就要很小心 這裏我剛好看 他的那個 用刀具去做的 或者說研磨的 他這邊會有 他不平整 所以這樣 這也是手工和刻印的一個 其中的一個辨識的一個方式 所以硬張他 他刻不難 他難在說你怎麼自己要去研磨 記得叫做硬龜 然後硬龜的話 再夾那個硬張的工具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是說 譬如我現在是直接在上面做 那以前他沒有這一台的話 這隻已經刻到六十一年 五六五十幾年左右 所以他以前沒有的時候 他是用直接用刀具 刀子直接刻 刀子的話他有分 所謂的那種 平口刀斜口刀 不然因為刀具 你用的那個機率比較少 那大部分 他有分 這是沖刀 這是在沖的 然後 這種是修邊的 然後這也是修邊刀 你拍了嗎 拍在拍了 你在錄影 你這種攝錄影喔 對啊 你在用錄影喔 你好懶喔 不會啊 不會喔 這邊會 或者是木頭 然後直接在上面 然後就直接下膏 這個就是直接傳統的 直接下去了 那另外的話 他現在衍生到 因為 這是一個那個時代 進步 所以他到最後 他有發明這一台 這叫做手托機 手托機的話 他就是 他也是一樣做 他一樣是可以做 但是 他的動作 是由 機具去代勞 所以我們在割的話 就比較輕鬆 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大部分 都用這一台 來做 簡單來講 他就是 用手寫 寫稿子 如果不會寫稿子的話 有的人 他就是有一本 類似像那個 人家的字典 比如說 你叫什麼名字 停針 停針 然後就是停針 然後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你刻一百個印章 你刻起來都一樣 純手工也是 要看材料 因為材料 就分很多種 像 竹子的話 它是比較 比較鬆 它鬆 比較薄 所以比較沒什麼 沒什麼 比較沒什麼 可是它就是 可塑性還蠻高的 因為它本身 它的一個材料有沒有 它就是 不規則形狀 像這一個 他保養的話 就是會不會 比較不好保養 不會啊 因為我現在 目前的話就是 從裁切 剪 然後再 再磨 再拋 然後再刻 都是我們自己拿 所以它每一個材料 它的一個 也一個 形狀 跟樣式 款式都不一樣 所以 你光材料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作品 沒有什麼好介紹 就是打一打 設定 然後放上去 然後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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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最大的 哦 這沒辦法去做的話 可能是像 這個也可以做 沒有 像這麼大 就要用手工去做 這裡也手工去坑 因為沒有弄到 尊元玉 這什麼東西啊 尊元玉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尊元玉 這個就是 完全不會刻印章 然後 也可以做印章 的一個工具 所以只要一台電腦 一個雕刻機 他不會磨刀也沒有關係 磨刀就去買新的刀 對就可以做了 那所以為什麼印章的行情 跟價錢這麼亂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子 因為不要者 不要者來為現實地 所以 印章不好做 你知道嗎 原來 這篇文章 我又寫說你文創 到底是你本身 還是之後產生的國家 你說你把這個東西 因為我一直覺得文創很矛盾 台灣的 以技術來講 你應該說我們把這個比較看不清的東西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跟有特色的 很精緻的 很精緻化的 但是現在的文創不是啊 你今天的文創就是包裝很精緻 有 然後你裡面的東西 說實在 你裡面的東西 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啊 你是在買包裝 還是你是在買 產品本身 還是你是在買 包裝時候的 附加 它的一個價值 對啊 有人說你可以再去把它平衡上來 可是 有時候會想到啦 你說今天你好 我這個四百塊 然後我如果再加一個包裝 你就要賣多少 你破千啊 破千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 你的接受程度 第二個 我是要賣這個東西 不是要賣包裝 對 所以每個人的理念跟觀念不一樣 對 好 我要問喔 嗨 我之前了 摸摸頭 你今天沒有上課喔 你今天沒有上課嗎 他沒有他不認識你啊 我不喜歡觀念 他不認識 今天不是星期 今天星期二啊 好 他要問喔 12年級 喔對 幼稚園 幼稚園嗎 你這麼高喔 對啊 幼稚園那麼高 我要玩 等一下玩 好 問 所以老闆本身 本身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 賺錢 怎麼跟我一樣 還有其他的嗎 對啊 好 聽不到 什麼東西 賺錢是舊大興趣 還有別的嗎 對啊 還有別的嗎 還有別的嗎 所以之前是 欸 學 學 電機系的 對啊 是嗎 電工 電工 是電子工程嗎 不是 電工 那也是蠻厲害的 電工科 因為以前那天在有電工科 很奇怪 欸嘿嘿 水電 水電 水電的話他有 就分開對不對 以前他叫做電工科 有這個科喔 對 沒錯 嘿嘿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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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要去吃 啊 台灣 很厲害 是啊 啊 啊 感谢观看